习近平面临两个难难以平衡华为内部消息,庄民企有保密协议,华为集团本周28日,在深圳举行国际媒体记者会,企图撇清和中共的关系,难以令外界信服,反倒引起更多质疑时事评论人士恒和表示,习近平如何维持贸易谈判,又显示在华为问题上,强硬非常难以平衡。 而孟晚舟使用国企也会用的英工护照也说明,华为不是私企此外。 前社会主义国家捷克的政府,正全面禁止使用华为手机18日华为CEO胡后坤对纽约时报、华尔街日报、美联社、法新社、彭博等13家西方媒体宣称, 该公司与中国政府无关,但一位与华为员工有过接触的人士,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。 华为内部部分,从事特殊行业的员工,他们的社交活动受到限制。 他们是有保密协议的,但是后来把它华为包装成明喜,才可进军到其他国家的一些项目里面,所以华为产手机只是表面的。 其实华为有很多其他项目,你要看它是做哪一块项目,如果做手机的人可以公开。 不公开的是那些高技术人员,对他们是有规定的交什么样的朋友,跟什么样的人接触等广州互联网专家张先生, 本周39日,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,尽管华为全力掩饰与政府的关系,但很多事实证明, 华为不是民营企业华为公司说跟政府没有如何联系,怎么可能呢? 他介入了政府一系列的行为,比如说他建立了长城防火墙,让国人不能浏览国外的网站。 第二他辅助,建立了金顿工程人脸识别系统。 你走在大街上,被拍摄一张照片几分钟内各种信息全部显示。 再有就是华为手机,自带屏蔽系统外网登陆不上。 众多网民质疑华为声称,与中共政权没有关系赞助商链接赞助商,链接一网民称。 根据中国情报法第28条规定的内容解释,如果中国政府让华为收集情报,华为不从将面临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因此,任何组织和公民,都应当依法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。 另有网民称,在共产党专制下的中国华为能做得这么大,而没有军方及国安背景根本不可能。 恒河北京现在面临两个困难。 难以平衡时政评论人士恒河,接受海外中文媒体希望之声的政论专栏中分析。 北京现在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,就是孟晚舟的国籍和华为性质问题恒河说,中共当局有史以来,可以说是第一次这么高调的为一个人出头。 但是这个人却不是正牌的中国公民,他有被美国政府证实的四本中国护照和三本香港护照。 还有被苹果日报证实的另一本中国的英工护照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,链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,按照中国的国籍法孟晚舟是中国公民。 恒河分析因为在理论上,香港从1997年移交, 就算是中国了按国籍法说是中国公民不算错。 但是香港毕竟是有单独的护照,就说它独立于中国大陆护照。 而且香港的护照比大陆的护照好用得多能通行的国家也多很多。 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恒河指出孟晚舟有英工护照,也使华为的性质受到质疑。 中国的英工护照,是国企中国官员才能用的华为自称是民营的。 但国际上普遍认为它有政府军方的背景。 中共第一个高调营救的,是一个所谓民营企业的高管, 这好像是坐实了外界的怀疑。 就是它有政府军方背景,毕竟中共很少有营救自己人的行为。 绝大部分时候,是连承认都不承认,像今无代这么高档的间谍。 可以说是中共间谍当中级别最高的都不承认恒河认为。 华为的网络通讯设备称霸全球这点, 使华为很容易成为中共控制世界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工具。 至少中国还没有一个类似的企业,能够有这种作用, 就是说从它的兴致啊。 中共比较尴尬,第二个困境,就是贸易战的压力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,链接习近平刚刚和川普, 达成休战90天的妥协贸易谈判的本身就, 是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, 这不是一般至关重要的,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 也是中共统治非常致命的问题, 如何要维持贸易谈判又显示在华为问题上强硬。 这个是非常难以平衡的节。 可在东欧率先进用华为手机美国之音报道 杰克总理8比10,12月18日,星期二下令, 禁止政府内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, 继续使用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产品。 这一禁令下达后,杰克其他政府部门随后跟进。 杰克工业与贸易部新闻发言人日热普卡, 当天表示,他所在的政府部门, 也将禁用华为手机。 杰克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署 星期一警告说,使用华为和中兴公司的硬件和软件产品,将会威胁国家安全。 更不适合使用华为和中兴的通讯产品,进行机密信息交换。 杰克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署负责人纳弗拉提尔说, 中共法律要求那些中国私人企业,应与中国的安全机构合作因此, 让这些中国公司,参与杰克国家关键系统的运作, 只能危害杰克国家安全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,链接阿波罗网林意综合报道。